他凭借一己之力带起了整个一甲,C罗加盲油门让整个意大利陷入狂欢,除了足球人,也有商人们的声音。 过去几年的一甲商业标杆油门涂丝,从新球场的点设,到赞助与商品收入,一直引领着一甲的商业风潮,维持着收支平衡。 不少球队还紧定转播分成的时候,油门又开始了超级豪赌。 C罗的加盲,注定成为稳钻不赔的顶级IP营销盛宴。 C罗效应改变一甲商业生态,作为世界上最好的球星之一。 C罗加盲油门打破了一甲转会费和工资两项记录,C罗3000万欧元的税后薪水,意味着油门和菲亚特集团,每年约6,842万欧元的税钱支出,加上1.12亿的转会费,包括经纪运用金以及费费移交给麦莲、利斯本等队的分成,分摊至此年,每年约2800万欧元。 每年的总开支达到了惊人的9642万欧元。 但C罗对油门来说,确实稳赚不赔的交易。 虽然在官宣C罗加盲之前一周左右,油门就开始通知各专卖店,准备大量C罗球衣。 但斑马星期号球衣,依然被疯狂的粉丝们抢购一空,平均每分钟就能卖出两件。 C罗加盲油门三周之内,仅仅通过意大利官方渠道出售的C罗球衣,就达到了55000件。 油门由此收入则达到了650万欧元。 而在C罗加盲首日,全球C罗球衣销量,达到了惊人的52万件。 由于意大利境内C罗球衣暂时存,货不足,预计巨大的需求需要长时间来消化。 这也意味着C罗球衣的销售会持续火爆。 新赛季,油门的球衣销售收入,预计将随着C罗效益大幅提高。 而作为目前商业最成功的意大利俱乐部,油门的收入来源可谓十分丰富。 与诸多俱乐部一样,商业赞助和转播,分成,是油门收入的主要来源。 除此之外,以在日收入,转会市场的营收并非每个赛季以及官方商品售卖及授权,也是收入的重要来源。 油门收入其底,转播收入之首,赞助其次。 根据意大利足球金融网的报道,油门近些年收入持续提高,从13-14赛季的3.16欧提高,到16-17赛季的5.62欧。 哦,这个赛季油门打入了欧冠决赛,一起得一把赛季,由于商业开发遭遇瓶颈,溢价转播分成比例的改变,以及油门欧冠分成减少。 油门收入略为下滑,至5.39欧元,电视转播收入依然是油门最大的收入来源。 过去5个赛季,油门的转播收入分别为1.5亿亿欧元,夏同1.9亿亿,1.9亿亿,2.33亿和2.16亿,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三年内,油门的转播收入很难继续提高,甚至会继续消滑。 一方面,一甲联盟的内部斗争中,转播分成日益偏向中小球队,油门首当其冲受损。 另一方面,从本赛季其一甲将有四支球队挣扎欧冠,此前一支独秀的油门分成将进一步,缩减,上赛季油门转播收入的减少,就是因为罗马凭借欧冠的神奇表现,获得了更多分成。 在赞助收入方面,油门基本也每年都更进一步,进入赛季分别为6030万,5376万,7000万,7472万,8881万。 在油门上赛季的赞助增长中,来自中国的玲珑轮台,成为了油门第四大赞助商,对油门赞助额增加引起到作用。 在中国和美国等重要海外市场,油门凭借着预见增强的影响力,受到越来越多赞助商的青睐,而在比赛制收入方面,油门同样稳重有声,经五个赛季分别为4100万,5137万,4367万,5784万和701万。 其中14-15赛季和16-17赛季由于打入欧冠决赛,油门主场增加了比赛场数和总观赛人数。 但值得注意的是,油门主场安宁球场,原名油门涂斯竞技场,的观众人数早已封顶,4100的容量远远满足不了一家单大火爆的球市。 票房增加的主要原因,在于远远涨价,油门满汉台的机票价格从最初的不足300欧,一路飞涨到18-19赛季的595欧。 这一价格遭到诸多球迷的吐槽,但在C罗加盟的消息传出后,短时间内就被抢购一空。 在一价诸多球场头疼观众不足时,油门却要发愁黄牛问题,4150机容量的球场,去出柜宾席、媒体席等,无法公开出售的区域,只有4万左右的作席,除掉接近3万的机票观众,每场比赛仅剩1万张可售球票。 尤其对没有会员卡的游客来说,购票非常困难,也给了黄牛生存的空间。 在商品授权方面,油门也一直在提高收入,在17-18赛季,达到了3056万欧元,比前一个赛季增长了1136万欧元。 在亚太和北美市场,油门通过官方商品授权出售给RMG等公司,将大量油门元素的周边商品打入市场,其中VR版APP、社交媒体推广等,都为海外球迷技术的扩张起到了积极作用。 油门支出以球员工资为主,手据基本维持平衡在支出层面,油门的主要开支则是球员工资开支,近5个赛季分别为1.68亿、1.79亿、1.98亿、2.35亿和2.68亿。 其次的开支则是服务运营开支,经5个赛季分别为4,796万、4,589万、5,150万、6,658万和8,538万。 其中由文坚总部基金训练基地孔蒂娜发的投入运营,是这一开支增加的主要原因,在毛利润方面,油门一直保持着不错的结果。 正考虑到很多球员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收购,油门每个赛季的支出居有所增加,过去5个赛季,油门的净利润分别为667万、230万、406万、4257万、3069万,基本做到了在平衡营兽的情况下。 不断扩大经营规模,从11到12赛季油门新球场落成,同时赛季不败夺冠开始,薪水、支出较低,收入需到增加的油门一度大幅盈利,也因此成为一甲中校球队校党的标杆。 但随着持续维持在顶级水准,工资开支及运营开支不断增加,油门财政开始去稳定,但近些年来,虽然比赛日收入、商品收入和赞助收入依然有所增加,但相比每年谁涨传高的球员薪水和转会费,油门已经难以找到扩大营收的空间。 签约C罗背后,油门在整个一甲换一种活法,一甲的转播,分成不断倾斜中小球队,油门利益因此受损,但一甲大环境,又难以支撑更进一步的商业开发。 作为一甲头号IP,油门经营一度隐造于瓶颈,而C罗的家猫,则是油门商业豪赌的象征。 作为足球世界顶级商业IP,C罗本人具备着彻底改变油门乃,致整个一甲商业环境的吸尽能力,无论从竞技层面冲击欧冠军,还是从商业层面打破一甲瓶颈,拉近与商业最出色的曼联,黄马的距离,C罗都是油门最合适的选择。 前几年的一甲联赛,总难以留出最好的球星,除了亚特兰大等依靠清宣和球员买卖八家的中小球队,油门,罗马等豪门,也难以留下队内核心。 占据足球生态顶端的是黄马巴扎这样超级球队,其余球队只能扮演中赶战的角色,在转会市场上,油门一贯的作为事量入围出,因为对于大多数球员来说,给俱乐部带来的经济价值要高于商业价值,但油门要维持在一甲的统治地位,也必须在失血后及时补强。 像C罗这样能做到商业价值高于经济价值,经济价值也同样顶级的,在组坛属于绝对少数,对比转会费与C罗相近的伊瓜音,伯格巴,莫拉塔等人,C罗的商业价值忍在他们之上,因此收购C罗,虽然称得上豪购,却是非常精明的买卖,从斩获这个超级IP开始,油门和整个一甲,重新获得了占据生态顶端的可能。 虽然,运用好C罗这个IP需要欧贯成绩,以系列的商业开发,直至改变整个联赛的商业系统,但油门已经为整个一甲,迈出了关键的一步。 目前,一甲联赛的整体价值仍被严重低估,18到20亿三个赛季一甲的版权销售一度陷入听见,而MG每年3.7亿拍下一甲海外版权后,境内版权的销售更是一波三折。 西班牙公司MediaPro与联盟的合同,从签订到提前解除Sky和Perform的合同,勉强维持住了此前的估值,而整体每赛季14亿欧元左右的转播营收。 不仅落后于西甲和英超,于德甲,法甲也差别不大,考虑了一甲的历史知名度和球迷技术,这一影响显然是失败的。 在C罗加盲游文,国际米兰和罗马等队,也在转会市场纷纷不强之后,诸多转播声也开始青烂一甲联赛。 对于SPY,Perform,RMB来说,当初低价拿下一甲版权,带来了巨大的盈利空间,也让他们更冷于运营和宣传一甲。 虽然在未来三个赛季,一甲无法提高转播收入,但提高曝光率并增加赞助收入,变得非常乐观。 昔日的小世界杯,又要从经济层面来以次重建。